三展同學介紹如何 使用這台太陽能智慧型語音監控系統 因為具有節能減碳及多元化警示作用 參加馬來西亞舉辦的 2010亞洲青少年發明展 在680幾個參展單位中 奪得大會最高榮譽的最佳綠色發明獎 就是常常新聞參考房子裡找小偷 而你不知道小偷還在家裡 你可以用這個系統跟測到小偷在家裡 你可以知道小偷家裡可以立即報119 1110報警 對 他就是想法出來之後就可以想說 病年更多開關 病年更多偵測器 例如音野化它或溫度偵測器這樣 首先提出這項構想的李懿成表示 這套系統以綠色議題作為發展核心 利用太陽能作為控制系統電源 加入智慧型語音監控使系統功能多元 透過人性化操作與多用途轉換 可應用於不同場所 我們永敬高公參加2010年亞太青少年發明展 一舉奪下四個獎項 創下這次發明展所有參展團隊呢 最多獎項的學校之外 也拿到大會的一個最高榮譽獎 當我們許貴旭許主任呢 他在馬來西亞把這個消息傳回到學校的時候 我們全校師生真的是無比的欣喜 這是我們永敬高公 可以說是創校以來呢 拿到國際發明獎的最高的 最多的一次獎項 得獎消息傳回學校 讓全校師生都很高興 校長年淑貞與家長會 19日特別公開表揚並舉辦慶功宴慰勞 目前這項發明除了有廠商有意思 和學校簽約量產之外 也獲邀參加德國漢諾威發明獎 相信一定可以再度為國爭光